市長怎麼看蘇貞昌接這個新任葛魁? 什麼意思? 這個,通常是這樣嘛,上任再講嘛 過去你在選前就有其實,投入政治之前就有跟他來往過 那現在這樣比較,跟賴清德這樣比較是不是在合作上面會比較 不會有問題啦,其實他也是老經驗的嘛,應該上任馬上就上手了 這一次接任的有蘇貞昌啊,還有陳希邁,甚至是林佳龍 你怎麼看這一次是不是全部敗選的人全都跑來內閣? 那也不能這樣講啦,也不能說人家一次失敗就什麼以後什麼事都不能做,這很奇怪 他們被算說輸越大觀做越高 還是那一句話嘛,也不是說人家一次失敗就永遠以後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我常常說齁,先上線再講嘛 所以重要是what he do,not what he say 意思是說,所以通常是要上任一陣子才能夠評估他的成效嘛 你之前曾經說台灣的內閣都換太快了 那預估這一次的內閣很可能任期也只有一年初左右 他應該大部分的閣員應該不會換吧 會換嗎?不會吧? 我不曉得,因為我沒看到那個名單 市長,北農新董作是不是有可能由黃向群來接任? 北農的人士齁,當時我們的計畫是這樣 等新的農委會主委上任 然後我們台北市政府會正式再去拜訪 那雙方把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的人選一次,大家都確定這樣 昨天農委會長說你說你不知情,可是他說那個人令早就送過來這邊跟你高職 他們好像是送到,沒有送到市長室 他們好像是送到,但是我不曉得他送到哪個單 至少我是沒有看到 最後一看,向群會來接你的那個北農董作,是不是因為之前選戰時候幫你服務選席還蠻多的? 這種東西齁,這種東西一定要是台北市政府跟農委會在雙方協定後再講 所以不要再,大家都還,通常當初都講好,任人選要雙方互相確認 市長馬前總統昨天說您的內科交通依舊還沒有改善 其實齁,內湖齁,內湖不是交通問題,內湖是都市計畫問題 而且把那個都市計畫搞成今天這樣亂七八糟,就是馬英九他本人 市長那個立委補選剩下兩個禮拜,為什麼陳思宇還需要募資? 募資?選舉一定要花錢,選舉要不花錢了嘛 但他的財產,財力好像還不錯 那也不會一次選舉把財產全部發光吧 他是不是不想虧錢這樣子 因為網友會酸說憑什麼,就是 沒有啦,選舉還是要花錢啊,選舉不花錢了嘛,這太厲害了 可是剩兩個禮拜花,大概不到哪裡去 有啦,我猜應該已經負債累了了吧